上午8点半姚明正式上任亮相了新的岗位 王志志祝福 球迷们非常期待 大家好 我是倩宇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 上午8点30分 我们的篮球巨人姚明正式上任亮相了他的新岗位 没错 就是这个让无数人先朝澎湃 议论纷纷的先职位 大家猜猜看 连昔日的队友王志志都亲自送上了祝福 球迷们更是期待的不行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姚明的这一步又能给中国篮球带来怎样的改变 不要着急 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话说姚明那可是传奇人物了 从NBA的赛场再到中国篮球的掌门人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的坚定 那么有力 今天上午当阳光刚刚洒满大地的时候 姚明就已经站在了他的新岗位上 那份从容和自信简直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王志志的祝福呢 也是来的恰到好处 这位昔日的队友兼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姚明加油 你是我们中国篮球的骄傲 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包含了太多的情意和期待 球迷们看到之后更是纷纷留言 姚明你是最棒的 期待你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的大放异彩 不过姚明这个新岗位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面对CBA联赛内部错综复杂的问题啊 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期待 他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但是姚明就是姚明 他从来都不畏惧挑战 更不会轻言放弃 为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说他放弃了价值上亿的人寿广告的代言 这份荣耀呢 拱手让给了CBA联赛 甚至呢 他还卖掉了自己心爱的上海南篮 推掉了无数的商业活动 只为了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篮鞋的工作当中 但是呢 这些牺牲呢 并未立即迎来外界的认可 在CBA联赛遭遇到困境的时候 姚明一度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他的努力和付出被一些人视而不见 甚至被误解为谋取私利 连对这样的质疑 姚明选择了沉默 他深知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 于是他默默的耕耘 用不懈的努力推动中国篮球的发展 试图改变篮鞋的现状 最近呢 姚明又在北京的新岗位上亮相了 他成为了第五局世界篮球论坛的推介官和特别嘉宾 在这个国际性的舞台上 姚明以退役球员和中国篮球会长的双重身份 分享了自己的篮球生涯 阐述了中国篮球和世界篮球的交流与融合 他特别强调了科技对篮球发展的重要性 并指出中国篮球在引进全球先进技术的同时 也要结合本土的优势 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篮球风格 姚明的亮相不仅为这次篮球论团增添了更多的看法 也让中国篮球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和认可 他的努力和坚持正在逐渐改变中国篮球的面貌 比如在姚明的推动下 CBA联赛引入了更多的科技元素 比如说这个智能裁判系统数据分析 这些创新举措呢 不仅提升了联赛的这个竞争水平 也增强了观众的观赛体验 好了 说了这么多呢 咱们今天呢 回归到主题上 姚明正式上任亮相新的岗位 这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更是中国篮球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他的每一次付出 每一次努力 都在为中国篮球的崛起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好了 本期呢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